大家好,今天是2020年10月14号星期三 欢迎收看今天中午的节目 今天上午大盘虽然是个调整 但是护身各大指数的跌幅都不大 考虑到之前连续两个跳空缺口的因素 这两天的调整我们认为还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北上资金今天上午是进入出30多亿 那么板块方面今天上午领涨的是 风能和纺织这两个族群 其中纺织这一块一方面是有消息面的刺激作用 一方面同样也是一个超跌反弹的表现 需要注意的是个股的三季度财报行情 今天上午已经有开始出现的迹象 所以目前指数方面我们认为问题不会太大 并且在个股方面的机会我们认为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这是今天中午的节目 详细情况我们晚上再聊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